古代帝王即位登基前往往会大赦天下 赖清德上台前也是把这些台南的屁股擦干净 争议最大的汇选案 无罪光电必然只办到一个局长 这到底是因为政治压力呢 还是因为政治压力 还是因为政治压力呢 先跟大家报告 2022年选后整体分为民进党大办 有良心的检察官终于出动 开始侦办 其实如果早一点办的话 系隆界可能就当选台南市长 王阳补劳嘛 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土 大家都很担心 哇这台南检察长要翻天啊 结果没过多久 这名检察长就主动请辞了 理由呢是要回家照顾年迈的父亲 从此之后台南的这些案件就越办越离谱 可说再也没有新进展 甚至这名请辞的检察官 后来怎么了呢 把邱莉莉汇选被告 赖着不走 继续当台南议长 然后在议会下令 要去击查台南一家农场 这家农场没有任何不良记录 为什么要查它 因为农场就是起诉它的检察官夫家开的 大辣辣毫不遮掩 滥权报复 这是法治原则的公患 更沦为黑帮混混的行径 说嚣张真嚣张 说霸道真霸道 说仓皇太仓皇 在看见 明天咱给你 请不吝点赞历 感谢 有点 有点